反正他們說美國嚴重危害中國的國土安全 譴責 根本就是破壞地區的和平穩定 欸不要笑死人了好不好 中國你好意思說這個 從今年1月到現在 你就已經447架飛機倒台了 大家好久不見 最近這個氣球的話題很夯 自從上次美國上空出現中國的間諜氣球 被擊落之後 他們用這個F22的戰鬥機掛在香尾蛇飛彈 那全世界都開始在討論說 我們國家會不會上空 也曾經出現中國的間諜氣球 反正這一次中國這個作為 可以說是惡名昭彰 讓全世界都開始檢討 這個中國會不會在不知不覺當中 潛入了我的國土 那日本的防衛省政府 也在2月14號的時候 也就是情人節當天 他們發表的這個聲明 說在過去幾年之中 也曾經三度發現 疑似無人偵察用的氣球飛行物 出現在日本領空 他們那時候就已經強烈的懷疑 是中國的間諜氣球 那防衛省也說 他們強烈敦促中國政府 防止這種情況再度發生 並絕對不接受任何侵犯 日本領空的行為 而且在這件事情過後 美國跟加拿大的上空 還是一直有奇奇怪怪的飛行物 在飛來飛去 就在上週末 美國的戰機連續三天 每天擊落了不一樣的飛行物 這分別是 週日的下午 在美加交界的休倫屋上空 上週六在加拿大北部 上週五在阿拉斯加 也發現了這樣子的不明飛行物 當然啦 通通都被擊落了嘛 那這個美國軍方 他們是沒有明確的說 這個飛行物到底是什麼 他們只說要等到看到這個碎片殘骸 我們才能夠調查清楚 那在阿拉斯加北海岸上空的這個飛行物 據美國官員所述 它是一個金屬的物體 然後在撞擊到海濱的時候 碎成了幾塊 那這個休倫湖上空的飛行物 有一個高級的官員 他們是說這個 看起來像八角形的物體 而且五角大廈也就是美國的國防部 他說這個擊落的時候 它的高度在2萬英尺 那加拿大上空的飛行物 據說就是一個氣球 下面就掛著一個金屬的有效載荷 那加拿大的國防部長就說 這個不明飛行物 還在4萬英尺的高空飛行 它上面看起來像是一個圓柱體的形狀 而且他說 比這個一週前 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擊落的這個氣球 還要小 那就有趣囉 在美國擊落第一顆間諜氣球之後 怎麼陸陸續續的在全世界都發現了 難道是全世界在衝康中國嗎 那這幾個飛行物又是哪來的呢 好啦我跟大家講 這個也有人說是外星人 那美國軍方他們是沒有否認 因為在沒有打撈這個殘骸之前 他們沒有辦法去確認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們只說不排除各種的可能性 那如果是外星人的話 不知道這外星人 吃不吃蜂蜜啊 同意的代表請舉手 大家還記得嗎 上次這個裴洛西要來台灣的時候 小粉紅說什麼 要擊落 龐佩奧要來台灣的時候 小粉紅說什麼 要擊落 有沒有 胡錫進也說要擊落嘛 然後這一次麥卡錫 聽說美國議長又要來台灣嘛 這時候 小粉紅又說什麼 擊落 結果喊了這麼多次擊落 我不知道原來你們的意思是 被擊落 不是這個話真的要講清楚 不然會引發誤會 不然全世界都以為你很強 然後結果發現 你就是個紫老虎 謊言就像這個氣球一樣 咻的被戳破了 這個不太好吧 我相信小粉紅他們不是故意要 引發大家誤會啦 他們應該一開始講的就是被擊落 只是說這個語言不詳啊 這個中文造詣不太好啊 這個習思想要重讀啊 毛語入要重看啊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吧 我相信啦 這個我們人與人最基本的信任嘛 你們要用智慧唾起他 而且要看不起他 在氣球啊被擊落之後 北京啊算是氣噗噗 氣噗噗 還是氣噗噗 但是他們所發表的聲明 欸有一點點的偏保守 他們只說譴責 但他們沒有在做其他的動作 從這方面看起來啊 會不會是習近平對這個氣球的事件啊 其實毫不知情 那德國媒體就分析啊 這個要嘛說明習近平一手扶植起來的強勢外交路線 現在翅膀硬了 我聽你的啊 不聽小熊威尼的了 那另外一方面啊就說明啊 可能作為獨裁者的智囊團啊 其實是政治判斷有一點問題 解讀脫離現實啊 反正總而言之嘛 他們就說習大大有可能是被衝抗啦 但我沒有看到啊 前幾天啊在這個中央軍委辦公廳啊 他們所發布這個學習教育訓練的文件 他們要求軍隊絕對忠誠絕對可靠 一切聽從習主席的指揮 欸一切這樣看下來 會不會習近平真的管理不了下面的人啊 就是他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就毫無辜這樣 欸可是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照理來說去年二十大之後 全世界都在說 欸不是說中國話齁 是在說習帝登基 連胡錦濤都被他跟出去 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而且啊這個堅持軍委主席負責制的說法 其實中央已經說了很多次 大家如果平常有在關心中共的新聞的話 其實就會稍微看到 所以合理推斷啊 習近平啊 不過就是自己玩火玩過頭了 欸會怕啦 喔這個中國啊 有一個詞叫爽包嘛 就是我不想負責嘛 甩鍋嘛 啊這個是爽包耶 真的是包子 好啦 不要講我們政經好不好 我們政經 一人做事一人當嘛 小丁做事小丁當嘛 中國每天在做的事情 都讓全世界這樣笑到北丁北當 這樣不太好啦 就有學者猜測啦 他這時候出來講這句話 就是因為他知道 其實中美軍事實力差距啊 還是很大 他這時候跟美國直接對著幹 一定是玩不贏人家嘛 不會啦 但是又不能說 因為這樣太沒面子 啊只能含糊的說 啊你們要聽指揮 要聽我指揮啊 但是他們這一切 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只能這樣子 我合理推斷這個感覺就是怪怪的嘛 拜託我中國外交部前幾天還說 美國擊落氣球的這個方式 根本就是濫用武力 美國啊 平凡的派這個艦艇啊 飛機啊 對中國進行偵查 他們還說數字喔 去年啊就高達657架 今年1月啊就有64架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在中國為什麼可以講 反正他們說 美國嚴重危害中國的國土安全 譴責 根本就是破壞地區的和平穩定 欸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中國你好意思說這個 從今年1月到現在 你就已經447架飛機倒台了耶 誰才是危害鄰國安全 誰才是破壞區域和平穩定 然後從國外交部來說什麼 他說 他說去年以來 美方高空氣球未經中國批准 十餘次非法飛越中國領空 美國是當之無愧的 世界最大間諜慣犯和監控帝國 欸真的嗎 那我就想問了 天網是誰的 是美國的嗎 美國有天網嗎 還是華為是美國的 還是你有聽過美國的Social Credit嗎 是不是我說過了什麼啊 鄉理由不要這麼沒創意啦 我這邊幫你現撤 你就大方承認那個氣球真的是你的嘛 上面真的有監視器嘛 但是你的目的啊 是要來關心這個長期住在美國吃有綠卡的 你的家人的安全罵 這樣不就好了嗎